大家好 歡迎來到Tia的DIY教室 我是Ti 今天要教大家用袖線編織鏤空漸層的手環 需要的材料如下 首先我這次是準備五個顏色的線 那其實就是粉紅色系加紅色同色 那我最前的是白色 然後最前的是紅色 中間就是粉紅色的各疊漸層這樣子 然後每個顏色的線需要準備各剪兩條60公分的 那我現在已經在桌上把它整理好的 那不管你是要最淺的在中間 還是最深的在中間都可以 那我這次是把最深的放在最外面 然後最淺的白色放在最裡面 一開始我們第一步先把最中間的這個白色 互相的打結 就是不管是向左打結或是向右打結 就是打結 就對了他們兩個自己互相打結打結兩次 好那接下來呢 是由內慢慢朝朝朝外 那白色旁邊這個 比較淺一點點的粉紅色 就是最淺的粉紅色 把它拿過來朝白色 左打結兩次 左邊的這個 左邊的這個朝中間的白色 左邊的這個白色 右打結兩次 好放好 然後呢 右邊的這個最淺的粉紅色呢 右邊的這個最淺的粉紅色呢 也朝白色 左打結兩次 現在是最淺的粉紅色在中間 現在是最淺的粉紅色在中間 然後呢最淺的粉紅色他們就是 就是接下來互相打結兩次 好那我們剛才是以白色為基準嘛對不對 現在變成最中間的是粉紅色 它已經自己打結好了 那我們現在基準呢 就是看我們剛才最中間的 顏色第一階段 最中間的顏色是白色嘛 那我們找到我們的白色 它現在在 中間所來的第二個 左邊這個白色呢 它旁邊 在左邊一個顏色是 比較亮的粉紅色 對嘛 我現在把它抓起來 給大家看一下 比較亮的粉紅色 淺的粉紅色在中間 不要跑掉 我們現在這個左邊比較淺的粉紅色呢 朝白色 右打結兩次 好現在左邊的順序已經換了喔 白色已經變在 左邊這五根的中間了 那我們現在換右邊這邊 右邊這邊也是一樣 把白色右邊的 亮粉紅色 朝左打結兩次 好了之後呢 現在這個亮粉紅色 左邊這個亮粉紅色 朝最淺的粉紅色 右打結兩次 就是慢慢呢 把深的顏色往中間移動 好接下來換右邊 右邊的 不要抓錯了 如果怕抓錯的話 你就先把它分開 分開 然後整理一下 把你要操作的顏色先拿出來 亮粉紅色 朝前粉紅色 左打結兩次 再左邊的 再左邊的就是朝右邊打結 右邊的就是朝左邊打結 現在呢 來先整理給大家看 現在最中間的是這個亮粉紅色 所以亮粉紅色它自己 互相打結兩次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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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是從淺開始慢慢到深 第一階段是這樣 那第二階段呢 因為最中間的是紅色 接下來要以紅色為基準 下次找線 那紅色剛才已經先交互打結兩次了 就跟白色的第一步驟 第一階段的第一步驟是一樣的 有沒有 正中間是紅色 正中間是白色 現在呢 以紅色為基準 左邊的往左找 右邊的往右找 那紅色左邊的 左邊紅色的左邊呢 是這個比較深的粉紅色 現在呢 是拿起這個深的粉紅色 繞著紅色 朝右打結兩次 可以開יח MJ 夾雲 紅色 餅水 這次會不會見到 Schul人 檢查該 明明 好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第二次的結 這樣子呢 這邊鏤空就會做出來了 第二階段呢 最後一個顏色也就是白色 抽走的時候剛剛一樣 就是注意一下 你的那個 停留的位置 明天天氣 我的天氣 最後一個顏色 就是一天氣 就說要可憐 這個就是那個 就是一個人 就是一個人 這個人 是說要可憐 就是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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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得到 就算是一個人 就是一個人 就叫他為一個人 有一點人 就是一個人 好,到目前為止呢,第二階段,算是有點完成了 那我們最中間的這個白色呢,還沒打結 那它其實就是開始,從這裡就開始,從第一階段開始重複 那一直知道呢,你需要的長度為止 那我目前呢,就是已經知道,就是這裡了 然後咧,我先把它拿起來 上面這個固定的膠帶先拿掉 好,像差不多現在是這麼長 大概是,我看一下 大概是14.5左右 那我們目前就先知道這邊,哪套咧 接下來拿出我們的,就是中三片 然後還有老虎籤 前面這邊呢,就是先把它打開 注意一下 好,現在拆開會變成這樣 那如果你覺得就是不好處理的話 你可以沾一些白膠 就沾一些白膠 不用太多一點點就好了 大概這樣 然後稍微把前面就抓一下 讓它 聚合在一起 沾太多,太黏了 然後呢,把中三片拿出來 因為 我們是要,這次是要用扣環 我們沒有就是直接,用線 就是做一個,可以綁的地方 那所以我們這次要用扣環的話 我們先,量一下 看一下你的頭要擺在哪裡 然後會凸出來多少 把凸出來的地方先剪掉 白膠用處就在這裡啊 你這樣子比較,好,剪好 去收拾你的那個 線頭線尾 好,之後呢 把你的頭擺進來 好,之後呢 就把它夾緊 夾緊這應該 有什麼困難的吧 那我也拉拉看 不會掉就好 那我也拉拉看 現在我們要把它進去 我們現在頭尾都已經夾好中三片了 然後呢 把我們的 4mm鐵圈拿出來 我們現在頭尾都已經夾好中三片了 先勾在一邊 然後呢拿出我們這次的扣環 這次的扣環因為有分正反面 所以要稍微看一下 哪邊是正面哪邊是反面不要放翻 然後再把它關閉 關緊 然後也是再關閉就好了 好 那這次的手鍊就完成了 那我們先試戴看看喔 這個扣環呢就是直接 壓上去就可以了 這樣子 直接這樣戴就完成了 那我另外有做一個就是 這個是 就是五條線的嘛 那我有另外做一個就是 四條線的 比五條線的細很多喔 跟你編織時候的鬆緊度有關係啦 那越細的線呢 越少的線會越細 然後呢 那支的數量也會越多 這樣子 那今天的教學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今天的教學 請幫我按個喜歡 想看更多的話 請幫我按訂閱喔 也可以按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持續追蹤我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